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有人却在用一生治愈童年 同为参加我家那闺女的鲁于小和于文文 因为完全不同的成长环境 造就了完全不同的性格 鲁于小从小就是在有爱的家庭里成长 整个人自信阳光又明媚 父母都是医生 爸爸还是上海某医院副院长 一家人的情绪都很稳定 大家给予了他全部的爱 他从小就会根据兴趣学习画画 钢琴 插花 还有舞蹈 初中就可以坐在前排看XO演唱会 而有多少追星女孩 甚至都不敢和父母提出请求 回国后想当演员 家人也无条件支持她的梦想 从小到大得到的一直都是父母的夸赞 一直被肯定的她 虽然没有表演经验 但在镜头前还是那么从容自信 我叫鲁于小 今年近20岁 我是在英国学服装设计 现在是学表演的话不到一个月 有段时间因为走路向企鹅 被全网潮体态 也是因为小时候学企鹅走 全家都夸可爱 虽然被网友潮很普 但每次出现的镜头前 都有一股向上的明媚生命力 情绪也非常稳定 我的性格就是允许任何事情发生 只有被阿姨抱怀的孩子 才会有这样的底气吧 但不是所有女孩生下来 就能生活在爱里面 当我看到余文文的成长经历 我反而更能共情 环境真的能够决定 一个人的性格底色 现在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余文文在刚上浪姐的时候 浑身是刺 因为我从小一直在搬家 所以我就要一直自我保护 你不适应的话 你就会被排挤 这就需要你学会十八般武艺 还要有一个坚硬的凯甲 去保护好自己 我的一种性格里面 自带的一种自我保护意识 我不会去主动的打开我这个壳 从小父母离异 关系淡薄 14岁和妈妈出国 为了供她上学 妈妈一个人打三份工 疏忽了对女儿的关心 导致她被迫独立 在伯克利音乐学院 拿全额奖学金 修完学分 提前两年毕业 独自回国发展 和任何租睡过书桌 她的经济富足 全靠自己的打拼 爸爸已多年没有联系 和妈妈也并不亲近 别干涉我 我不干涉你 但她从来没有责怪过妈妈 反而感激妈妈 没有丢下自己这个拖油瓶 但被迫成长起来的坚强 总是让人心疼 她用坚硬的外壳 包裹着柔软的内心 在浪姐从出间的满身试刺 到相处之后慢慢打开自己的心 永远先考虑身边的人 会因为选了更适合队友的哥 而内疚的哭 看似不好相处 其实温柔的一塌糊涂 冷漠只是她的保护色 她是一只温柔的小刺猬 虽然童年的经历 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去治愈 但于文文真的把自己养得很好 人生家庭无法选择 但你可以选择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希望他们未来都能越来越好